直至目睹央视主持人的大型凡尔赛场面 我才深切知晓 央视的门槛究竟有多高 曾几何时 我身为艺术类的佼佼者 心中满是对卓越的渴望与不解 然而 当时二字 仿佛是对过往辉煌的轻描淡写 直到遇见董卿 我才深刻领悟到 何谓真正的卓越 何谓艺术之巅的遥不可及 面对工作 董卿的态度如同一面明镜 映照出人海中的我 渺小而平凡 她的每一次开口 都让国泰民安四字 不仅仅是文字 而是化作了春风话语般的温柔与力量 在娱乐圈的浮华之中 她以独特的魅力 轻松超越了那些追求外在美帝明星 成为了真正的焦点 在中国诗词大会上 董卿更是将富有诗书气自华演艺的淋漓尽致 她的温柔与教养 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气质 深深烙印在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与言语之中 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房 有为难忘的是 当面对身体不适的采访对象时 董卿那一位 不仅是对职业的尊重 更是对人性光辉的彰显 她弯下的是身体 挺直的 是脊梁 是职业精神的高度 而央视 这片孕育了无数优秀主持人的沃土 董卿只是其中的璀璨星传之一 康辉 这位央视的台柱子 如同行走的康熙字典 才华横溢 出口成章 让人叹为观止 她背后付出的汗水与努力 是萨贝宁口中那段话的最佳注角 证明了成功从非偶然 提及萨贝宁 那个在镜头前机智幽默 满腹精伦的显眼包 实则是智慧与情商的双重担当 她总能在关键时刻 以一句话化解尴尬 为科学家解围 为女机长证明 展现了她的智慧与温暖 朱广泉 央视的段子手 每一个段子背后 都是她对生活的洞察 与知识的基点 他们用才华和努力 诠释了何谓真正的明星 何谓值得我们学习 与追随的榜样 他们的故事 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动力 让我们明白 真正的成功 不在于外在的光鲜 而在于内心的风影 与不懈的追求 它们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星光 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